哈喽,我是Kan 今天要来分享 牧场物语Velkan美丽人生 全村民喜欢的物品整理 以下的东西不一定是他们最喜欢的 我本身列出的都算是早期能容易入手的物品 在本作中大部分NPC都可以接受野花 贝斯塔克里斯 罗曼娜 塞巴斯 听铁 伊路 山凯特 加萨罗 菠萨罗 毛毛 怪 巴多格 如米娜 木木 塞皮利亚 哥 迪洛克 古斯塔夫 当然他们并不是所有野花都喜欢的 如果没收下 那就尝试另一种花吧 接下来的五位角是喜欢鱼类 分别是戴瑞 格芬 妮娜 普怡 盖瑞 相信所有鱼都可以赠送 另外盖瑞和妮娜也能接受野生植物 没有鱼就给野菜吧 高昌卡特 佛罗拉 格兰特 喜好的是生鱼片 这一点需要你每日去拜访三位小矮人 尽快获取到相关食谱 制作每盘生鱼片只需要一条鱼 所以不会太难 小镇的小男孩小羞喜欢银币 不过第三章开始 他变成了爸爸斯亚利一样喜爱同壁 如果挖吐斯拿到这两个物品 记得留起来送给他们 而剩下的村民当中 或喜爱鸡蛋 刚才提到的格兰特也同样能送他此物品 马修可以接受牛奶 纳米喜欢化石 在增加好感度方面 你的结婚对象目标必然是最优先的 其他村民我自身的推荐如下 第一位帕 原因是如果和他关系不错的话 卖东西时拒绝后的20% 身价的概率相信会更高 比如早期我可能需要尝试10次 甚至20次才能触发到 现在第三章也许5次内就能办到了 再来是他只会在每季3日和8日来到小镇 所以赠送的次数也比其他村民来得少 我们需要在中午12点前 白炭还没开尺时送他鸡蛋 不然你就要等到傍晚6点后才能这样做了 第二位 只要好感度提升触发到相关剧情后 我们即可免费获取到种子制作机 第三位 在最终升级工具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位角色的帮忙 同时也是触发条件之一 其余的优先度是尼娜和猫猫怪 这和剧情方面有关 尼娜玩到第二章的时候你会懂发生什么事 而猫猫怪只在冬季时出现 似乎和女生的故事有关联 可以的话前期也尽量送他们物品吧 至于剩下的NPC 等到第二章后再来慢慢增加好感度也不迟 到时候也有更多时间去赠送东西 最后要补充的是 如果要寻找特地村民的位置 你可以在地图里计时查阅 有些角色一天可以接受多个物品 两次甚至三次都有 所以你送的时候可以询问多几次来确认 另外当他们在进行某个行动时 我们是给不到东西的 例如咖啡厅的隔分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弄咖啡 你需要等到他出现走路的情况的时候 立马询问才能送到物品 这个是定有点机车 但也没办法 唯有等等了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频道 你也可以加入会员或以Super Thanks的方式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村民们其他喜欢的物品 比如特定烹饪的食物 又或者一些比较难拿到的东西等等 可以谷歌早早攻略 相信目前网络上也有相关分享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